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麥克馬斯特等其他官員 否定了媒體關於川普洩密報道的準確性 華盛頓郵報率先發出的報道說 川普總統在泰源營辦公室 向俄羅斯高級官員洩漏了高度機密訊息 麥克馬斯特星期一旁晚在白宮外對記者說 兩位公共和平民域支援 當時看到了政府的建立避 到了昨天的提供 很明顯碳 還有任何特徵的人 必須的道具 如果它們沒有了 雖然不公式公司 和海外 überhaupt 沒有任何特徵 做人人在想 也沒有任何人 但其他相關的 proces據 都不是 olha 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馬克馬斯特並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 轉身返回白宮 國務卿泰勒芯也支持馬克馬斯特的說法 說他自己也參加了5月10日 川普和俄羅斯外長及大使的會面 泰勒芯的聲明說 當時討論了廣泛的內容 包括反恐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威脅 部分美國新聞機構報導說 川普總統在泰源營辦公室 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以及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里亞克的會面當中 透露了被認為是高度機密的訊息 這兩份報紙和其他媒體進一步報導 認為川普透露的情報 可能會傷害關於伊斯蘭國的情報來源 以及收集方法 美國總統有權將幾乎任何情報解密 所以川普的做法並不構成刑事犯罪 但是這些媒體採訪的情報官員擔心 美國的一個夥伴國政府提供的這些情報被泄露 可能傷害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之音嘗試聯絡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 帶他們拒絕置評